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0日星期五 今天的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讲两宗新闻 第一宗是关于美国的决策层出现思想签制 有美国官员向媒体爆料 说拜登的政府内部已经很难对尾巴冲突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因为支持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如果有人提出质疑可能会遭到报复 美国为了偏袒以色列竟然大玩思想签制 究竟讲明了些什么问题呢 另一宗新闻我们想讲一下 下个星期三的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有媒体报道政府为了要鼓励生育 就考虑会向每一个新生的婴儿派发2万元的港币 预计很大机会都会写入今届的施政报告里面 派钱是否真的可以鼓励生育呢 市民又怎样看呢 我们稍后就会和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看关于尾巴局势的新闻 美国《赫芬顿邮报》的网站10月18号 就引述了几名美国官员的说话 这几名的官员主要是负责国家安全问题的 有人就指出拜登政府内部 现在就出现了一种沉默的文化 你会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是受到监控的 因为美国政府决策层 特别想令到那些呼吁以色列克制 或者建议对巴勒斯坦人展开人道救援的人 感到窒息 他们就担心质疑以色列的行为 会令到自己在工作遭到报复 尤其是有穆斯林背景的员工 他们的恐惧感就更加强烈了 还有官员坦白 他说美国政府虽然是极力宣扬多元化 但实情是美国内部的决策圈子 一点都不多元化的 更有人说 他在拜登政府内任职的自豪感 已经被恥辱所取代了 也有很多同事在考虑辞职 而拜登今早在白宫发表 对尔巴局势的全国电视讲话 他就表明是撑硬以色列 他说要确保以色列和乌克兰成功 因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地说 拜登还说到 他说稍后就会向国会提出紧急补充资金方案 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 这场尔巴冲突 美国偏帮以色列做到出面 除了提供圆圆不绝的军援之外 还滥用安利会上任理事国的权力 一票否决了尔巴人到停火的决议草案 令和平变得遥遥无期 但美国势管不到自己搞这么多事 不单止扰乱了人家 还搞自己 等同亲手撕坏了美国政府多元化的假面具 令内部的分歧和不公暴露在世人面前 其实美国支持以色列和坚持反华一样 都是一种政治正确的表达 美国视以色列为战略盟友 美国维持与以色列的紧密关系 关乎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大利益 所以支持以色列成为了不容辩驳的政治正确 而美国政界之所以逢中必反 是因为美国面对政治极化的问题 对话强硬成为了两党最后一个共识 试图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 用来解释美国目前的困境 希望修补内部不断加深的分裂 明明自己有病 但是就要逼人家去食药 你看看这些绝对是典型的霸权逻辑 不过美国霸权走向没落 是一个没办法扭转的现实 至少在掌管传媒话语权方面 美国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由于网络和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 这次尾巴冲突的很多的惨烈 无人道的现场影片、相片 在网上不断地流传 美国很难像以前那样 透过强大的传媒机器进行资讯垄断 将会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 加沙的人道灾难的真相 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 可能会逐渐成为了呼吁尾巴停火的世界性共识 如果美国坚持将偏邦以色列视为政治正确 继续用内部思想去牵制 外部控制舆论等手段去操作 只会越来越被全世界孤立 好了我们说完美国 我们看看本地的新闻 特首李家超将会在 在未来的星期三、10月25日 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 有媒体报道 面对出生人口断崖式的下跌 政府将会加大力度去鼓励生育 早前展开研究的派钱吹谷方案 有可能实施 而其中一个可研究水平的就是港币2万元 即是考虑向每一名新生的BB派发2万元的营生钱 消息说只要父母其中一方 是香港永久居民便会合乎资格 领养便不适用 政府主动走出一步 舒缓香港人口问题 积极的态度是值得鼓励的 除了派2万元之外 亦有其他系列配套措施 包括了上条子女的免税额 由现在每名子女12万元增加到13万 以及协助新生家庭有稳妥的住所 申请资助房屋亦可安排优先上楼 但值得注意的就是 现在养一个小朋友是真的很大开支 恒生银行2022年的6月做了一个调查 他说教育一个小朋友的成长去到22岁 到他经济独立 平均需要花费港币600万 16年前李丽生就说 400万就可以养到一个小朋友的金具已经过时了 其实除了钱的问题 教育照顾都是家长最关心的 而香港这方面做得远远是不够的 所以会有几多人因为政府推出这一系列的配套 加上两万元 你决定要花费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有市民亦都很坦然 他说20万也要考虑一下 那两万元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公司很小而已 我们统计过平均有八名 即是结了分 即是结了分的 或者结过分的人士 基本上有一半人是生过小朋友的 另外四一半就是一开头都不打转生育的了 平均都是三十多岁的 你要想一下其实去到今时今日 2023年 其实不要看数字 只是看我们公司 其实一半一半这个数字 其实都已经是挺大的了 其实外国都有不少鼓励生育的做法是值得参考的 新加坡的发展水平和香港差不多 但是生育政策就比香港完善得多了 生一个和生第二个小朋友的父母 就可以拿到一万一千的新加坡子 即是大概六万五元的港币 的一次性现金奖励 生第三个小朋友 生育奖金就去到一万三千的新加坡子 也有七万七千元港币 用累进资助的方式去鼓励生育 育儿假期方面 托儿资助方面 新加坡政府都是远比香港的慷慨 新加坡也鼓励企业 为有小朋友的雇员提供灵活工作安排 政府会向企业提供补贴 虽然这么说 其实如果我们完全参考了新加坡 这个很慷慨的做法 如果纯粹我们说奖金 我们有同事就觉得 如果真的有香港跟照新加坡 这个现金奖赏 大家就会担心 会不会有很多人渣 真的会生了为了拿这笔钱之后 接着就不管这些小朋友 都是一个考虑因素 其实上一代的人 生育的意愿是很高的 当然有很多原因 避孕是一个原因 可能那时候的生活指数 也不是那么高 所以有一些人 平均生七至八个 就很没问题的 但当然是时代不同了 人的观念也变了 都会有影响生育的下跌 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都要着重考虑 对有以生育的家庭长期 有效的支援 给多些吸引力 这样才可以有效的 今天焦点到这里 我们下周二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么少得支持Vanessa Chow YouTube的三部曲 留言、赞好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 再看4 电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